张华县民引颈期盼的 中油百货张华店 四日终于正式开工咯 张华县长王惠美 与张华市长林世贤 一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嘉诚等人 共同为新建工程 祈福祈产 正式宣告 中油百货张华店开始施工 第一产开工顺利 那来的乡亲 等了很久 那为今天党党了到一百十五年 等乡亲就能来这 有很好的停车空间 有很好的消费的环境 那让大家在这里慢慢的 找你希望要买的东西 那可以创造出我们一千多个 这个工作机会 那让我们的民众能够更加的方便 那这里呢 总共是地下四层 地上二十一层 那投资额度是四十三亿 那也期待我们中油百货 能够如期如指尽快的来完工 那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拼经济 一起为彰化这块土地一起来努力 我们的营运方向就是 我们会找体验室的东西 或者是餐饮 然后购物 这些都是我们未来会寻找的方向 那我们目前有得请规划公司 来帮我们去做了一份试调报告 那我们也知道彰化地区的民众 他喜欢的品牌是什么 那我们会尽力争取这些品牌的进驻 这个城市的进步 一定要上下一题 大家一起努力 我想这个是 彰化的第一件的 VOT案的县市合作成功的案例 我想县长很有高瞻原始 在我们卫生井那一块土地 比这里的面积更大 那我跟县长也签了合约 由县政府来主导 我希望这整个七亿的商业发展 会越来越繁荣 希望那个VOT案 也能够很快的有成果 那对整体彰化的进步 一定有很大的当务 中油百货彰化店 由彰化县政府 及彰化市工所 共同合作推动 预计在115年第二季开幕 预计将引进 230家国内外知名话题品牌 与美食餐饮业进驻 并规划影城 备有完善亲子休憩娱乐场域 举办大型热门展演活动 及高品质的一文饗宴 带给彰化多元的新形态购物体验 公益频道林一俊 彰化采访报道